Ganon 07年 07年吧 對 對 對 07年 我收音進去了 07年 好 開始了 開始了 哈囉粉絲團的各位朋友 大家下午午安 今天下午的第二部車 是Suzuki的SWIFT 這一款車是SWIFT 台灣算是一代了 07 年的 這款車的前面懸吊系統 跟 Suzuki 的小車一樣 前面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那它其實是沒有上座的 有很多的小車都是類似的設計 譬如說 Honda 的 Fit 還有 Toyota 的 Yaris 之類的 都是這樣的設計 這樣的設計其實就可以節省掉它上部的空間 讓它整個車室裡面的乘坐空間 能夠再加大 所以這台車有安裝的重點就只有兩個 第一個 前面上座要沿用的組裝方式 第二個 後面彈簧行程的預載 那我們先來介紹前面好了 這個是它前面的避震器 我的麥克風好像掉了 是不是 沒有 頭掉了 好 沒關係 來 好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它前面的避震器的話 在這個地方 其實它有一個軸層 它有一個軸層 它軸層上方 它有一個類似一個 閃 閃的形狀的一個橡皮 那個橡皮的話 算是一個消耗品 因為用久了之後 那個橡皮會壓縮 壓縮之後會扁掉 所以原廠的車高 會越開越低的原因 也是因為這個橡皮越來越扁 那扁掉之後 其實原廠的是要維修的 因為這個橡皮如果損壞 不維修的話 它車高降低之後 前輪的Canva角度會變趴 就比較容易吃輪胎的內側 所以這個閃狀橡皮的話 是需要留一下 有一張 它說影像模糊 影像模糊 應該是頻寬不太好吧 現在是接Wi-Fi還是接 中華電信 中華電信最近也是這樣 所以中華電信不要用 OK 好 不行 所以這一個上座 是需要沿用延長要特別注意 沿用延長之後 我們KT在出場的時候 這兩個托盤 其實它是鬆的 最主要是我們上座沿用 打緊之後 再來鎖附這兩個托盤 鎖附的重點 就只有一個 那一條彈簧是200mm的 我們把它壓縮到 3到5mm 一點點 再把這兩個托盤把它對鎖 鎖緊就好了 所以這個是 Swift的前面 那 後面的話就更簡單囉 因為這一台車的後面 它是拖一臂的系統 這個是後面的彈簧跟避震器 超簡單的 而且這個桶身 超級超級細的 因為這個是小車 所以它的阻尼桶芯 就是做得很細 像Tita Nissan的Tita也是這樣子 這個是阻尼 超級軟的 對吧 這個阻尼因為是拖一臂的 阻尼就會比多連桿的還要來的軟一些 再加上這個車的後肘還蠻輕的 所以 這個桶身好像壞掉了 舉勝不太起來了 這個應該也有使用的還蠻久的 那它上部會有一些 橡皮之類的 橡皮的話就要沿用 原廠的橡皮 那個橡皮其實不太會壞 這個桶身好像已經壞掉了 舉勝不太起來 壓縮的下去 所以剛剛壓縮的力道 像這樣的話就不太準了 因為這個 屬尼衰退的還蠻嚴重 好 那這個是 原廠避震器的部分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後面好了 因為今天 這台車它還有拆裝 那個 原廠的三角架也壞掉了 所以我們一併幫車友來做修復 好 這個是後面的避震器部分 後面避震器改成KT的 第一個 車高可以調整 第二個是 阻尼的話 軟硬度也能調整 它的防塵套是做加長的 所以 其實後方最需要保護的 就是這個銀色的 活塞桿 這個銀色的活塞桿 如果 飛石 或者是其他之類的 有撞擊之後 它有可能會有受損 受損之後 它慢慢在作動的時候 油就有可能會洩漏出來 所以這個是 最需要保護的地方 我們就用這個 加長式的防塵套 把它軸心整個把它照住 那車高放下來之後 它會照得更下方 它也不會有排水的問題 所以它的 對軸心的整體壽命 是有正面的幫助 那這個是 後方的彈簧 是配置4公斤 前面的話 Swift是配6公斤 所以它的彈簧是一個 小小燈籠狀的彈簧 它可以4公斤的 那 這台車 剛剛提到的兩個重點的其中之一 就是這一個 後面的桶身 我們不能把它 縮得太短 一旦縮得太短的話 它彈簧會預載過多 就一定不好做 那鼠泥的調整部分的話 還拍得到嗎 鼠泥調整部分 它是在 後行李箱內部 已經裝起來了 我怕去敲到 沒關係 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要稍微往 這裡有一個扣距 往內線之後 從這個地方 就能調整鼠泥了 不用不用不用再塞沒關係 我大概講解一下就好了 不用不用 沒關係 所以在這個地方 這個不像是 不像FIT 或者是 之前經理有開的TIDA 它有做一個維修孔 但這個很好拆裝 它只有兩個塑膠扣具 把它 內飾盤 往中間先 就可以調整到了 好那我們來看前面了對不對 所以這一台車的後方的重點就是 彈簧不能預載過多 那後面的 這個本來還要再裝這個 下方的三腳架 那這一台車是因為 這個判斷的重點 其實有兩個 我們順便來 來研究一下 不然每次經理都講一樣 大家都看膩了 這個是下三腳架 那它通常會損壞的地方有兩個 這個 其實是壽命最長的 這個鐵套 這個是橡膠 它鐵套的話會均裂 或者是會 整個更嚴重會脫落 所以這個鐵套 也是一個消耗品 這一邊是 所 這個 仰角這裡的 這個 它有一個 力道會往前 這個心平還蠻緊的 它 它是一個萬向的球頭 不叫萬向 它有一個固定的角度 所以這個 間隙 就用久了之後它會 像早上的 早上的Fx35 它就壞得還蠻嚴重的 它整個會有間隙 形式起來 遇到坑洞的時候就有 咕咕咕咕咕的聲音 這個的話 它也會有一個壽命 所以 這兩個 這個不太會壞 這兩個如果損壞的話 它也會造成底盤的角度 不OK 然後也有可能會造成抖動 最 正常的一個發生的狀況 就是我異音的狀況 所以這個三腳架 是很正常的一個 耗材 還有離載串也是 這個下方是防晴桿 防晴桿上來的是離載串 離載串是我們負責 在一邊高一邊低的時候 它是最會容易作動 或者是我們在轉方向盤 鎖時點跟右時點 它的角度 會有一個大概 120度左右的一個作動 所以這個離載串 也是很正常的小小品 但今天的離載串 雖然 這個防塵套 有破損了但是還堪用 所以我們就繼續把它裝回去 那前面 避震器的部分 我們先來介紹上座這裡好了 這台車它是要把這個雨刷鱗桿 雨刷鱗桿不用拆啦 叫雨刷拆掉之後 這裡有一個試蓋 這個試蓋拆掉之後 才有辦法拆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那這樣的小車設計其實很 很常見 因為小車的話 像Yaris 它的車 坐艙都往前移 所以它希望車室裡面的空間比較大 所以它的前檔坡裡都比較前面 所以這個上座 就是會藏在裡面 那拆裝的時候有一個重點就是 因為 它是裸露在 車體之外的 所以這個上座 很容易會生鏽 所以 車友們 我們在安裝的時候呢 會建議大家 我們把它塗附一點 比較 耐高溫的 黃油 或者是說 我們洗車完畢之後 大概在 三個月六個月 的 建具當中 再把這個 噴一點黃油 讓它持續能夠 防鏽 但這個 生鏽的話 其實也還不至於會影響到 避震器的功能 只是可能 N年之後 要把它拆開的時候會比較難拆而已 這個是 變器的上座部分 那阻尼調整的部分也在這個地方 這裡 往順時針方向 它有H的Logo 往H的話就是變硬 往S的話 Soft就是變軟 那調整的秘訣 左邊 跟右邊 兩邊一定要對稱就可以了 不忘記這個引擎是幾升的 好像1.5 1.6還1.5 好現在最新款的SWIFT Sport 我們KT的話也有做 有最新款的SWIFT 這個也有一個 渦輪版本的 動力也還蠻強悍的 前面這一台車 這台車SWIFT的話 前面是配置6公斤的彈簧 上座的話 是需要 沿用原廠的上橡皮 那離載串 油管固定架這些的話 這些都是有符合 原廠相關的 安全規定 主尼友的話 KT一樣 持續使用的是意大利 IP的主尼友 油封的話 這台車 又是經典的日系車隊吧 日系的車 車主很喜歡 選擇的品牌 是日本的TEAM 日本的TEAM 它所使用的油封 就是使用 日本NOK的油封 KT一樣是使用 日本NOK的油封 這些油封的話 並不是貴個 一成兩成 是貴了好幾倍 所以 雖然它的單價 在零件上的話 是很高昂 可是 它的壽命 會比一般的油封 不論是我們台灣的油封 或者是其他比較 低價一點 大陸的油封 它的品質 相當相當的不錯 所以KT還是持續使用這些 比較 超 高檔的一些零配件 所以KT的 這些零配件 也不是 用了 10年 20年不會壞 像主尼有的話 它大概一段 大概可能 10萬公里左右 就有可能裂化 那KT本身就是一個 製造的工廠 我們並不是 偽油他廠來代工的 所以這些 即便日後的油封 損壞漏油了 或者是主尼有裂化了 這些 都是可以回到 KT的工廠裡面 來做翻修 我們國外使用一些比較知名的品牌 都會建議車主 可能 1萬英里 或者是 2萬英里之類的 就會回去 整修它的避震器 但台灣的話 這個觀念 已經 目前的話已經漸漸漸漸在 在建立當中 像是比較 高昂的國外品牌 KW 或者是貝士登 都分別已經在台中 或者是高雄 設立了一個維修的據點 那KT做這個動作 經理已經大概快做11年 我們一直以來都有持續做這項的服務 所以車友們選擇KT的話 日後的話要做維修 也很方便 那如果車友們要選擇避震器的時候 推薦車友們 歡迎到KT的工廠來試乘看看 我們KT的經營體系 北區有經銷商 中區的話也有經銷商 南區的話 也有很多很多 在販售經銷KT的店家 所以這些店家 都有辦法提供實車 來給車友們來試乘 那比較避震器的方式 在網路上詢問 其實不是很客觀 建議車友們 來多多試乘 來比較看看 覺得試乘之後有滿意 再來考慮KT的產品就好了 OK 以上是今天 SWIFE的安裝KT避震器的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 貴族 還可以 是 ち